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颜值再高,也禁不住造型失摆烂 热巴新途被吐槽,龙须刘海显南乡 就喜欢这样的热巴,太漂亮了 内宇女明星可以比她高比她瘦比她白 但没人能比她的脸更贵,更高级,更美艳,更豪门,更有故事 天生的美貌真的能打败一切 让人过目不忘 哪怕,当时她在古剑奇坛里,被刘海遮住的造型 我都觉得,这是不是巴比娃娃啊,这也太像了吧 再了解,没有整容,纯天然的 从此就知道,原来女娃是偏心的啊 之后的迪丽热巴,每一次的红毯造型都杀疯了 都是出圈的名场面,只要走红毯 必定有热巴出圈的场景 但是,不知道,最近热巴的造型施展了 每次的造型总是差点意思 如果不是热巴的颜值撑着,就觉得肯定是翻车了 之前的施发造型,不仅被网友吐槽,粉丝都看不下去的程度 工作室的评论区都在纷纷吐槽,换造型师 说实话,热巴的颜值,麻烦是让造型是摆烂的吗? 连热巴的私服都比之前的几次直播,造型好看啊 以为造型是会吸取之前粉丝提出的意见,下次的造型会用心一点,谁知道,摆烂到底 要知道,热巴的造型不适合龙须刘海,之前的长歌不就证明了吗? 会显得偏南乡,造型师就是不停,在最近的活动图里,依旧是给热巴整出龙须刘海 当然,肯定是被网友吐槽了 基本都说这个龙须刘海,显得南乡 大概是听到粉丝及网友吐槽的声音了 后面热巴就把刘海输上去了,还挂上了热搜,还是好久 许多人都发出感慨,果然有没有刘海的热巴,就如同解开了封印,开始大沙特山了,纷纷出圈啊 美女就是美女,脸就是优越,不需要任何修饰,高贵美丽大方 谁知道,在被热巴的美貌重击的时候,总是有人跳出来,说什么理性问一下,迪丽热巴的活动,礼服为什么总是捂着啊,既然穿了,就不怕漏啊 巴拉巴拉,就说自己就是礼貌问一下 气急败坏后,开始说又当又利 呵呵,难道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吗 一个超级红的女明星,每次线下活动都有,一堆带拍镜头各个角度都有,换做是你,有些人的镜头一直对着胸口拍会不会尴尬,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五兄要上升到做不做做的问题 女孩子想保护自己没有错,想穿漂亮衣服也没错,而且工作室和拍照展示也大大方方的,我觉得她没有错 穿衣自由,五兄自由,这就和穿裙子穿安全裤一样,别管美女,这年头美女自我保护五兄房走光都要被骂,穿裙不等于愿意走光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